这两年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然后孩子就是比较腼腆了 是 锁着门吗 你好 这是 你好 这是叔叔 你不是来过来吗 孩子在家吗 一个在家 一个没有在家 这是弟弟 对 这是弟弟 这是阿姨 你好 这个人哭都哭 原来小都行 你眼睛天天都开心 老大呢 老大没在家吗 没在家 这个房间原来是姐姐住的房间 这个是我感触还是比较深的 地上堆的全部都是捡过来的东西 也没有限量的床 妈妈是在这儿睡 被子呀什么的也没有 就是一个床单子 然后妈妈在这儿睡觉 这个床单子 哈喽 这就不见 还记得我吗 记得 长大了 你现在上几年级 不上学 不上学了 我们不是在那个平台上 看到你给我们留言 说想让姐姐过来看看你 最近过得怎么样 还行 还行 挺好的 有没有什么需要姐姐帮助的 没关系 你可以大胆地跟姐姐说 因为你没有上学 我还是挺意外的 你看你年纪还小 因为什么原因 然后没有再接她上学呢 我刚刚认识她的时候 她挺活泼的 挺喜欢跟别人聊天呀 特别天真的一个小女孩 是这两年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然后孩子就是比较腼腆了 是不是在学校被欺负了之类的 在学校被欺负过 我被欺负了 被欺负了 孩子现在就不好说话 一般都和学校 发电有电的关系 是吗 是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咪 大家介绍一下 字幕 trigger crew 还是 brains intro 的